NTU Quor 操作教学影片 出线上测验题目篇 Quor 的线上测验功能是什么呢? Quor 的线上测验功能可以分成出测验管理测验结果两大部分 在出测验的部分中,您可以设定测验的基本资料 例如说明、总分、发布日期、指派对象等 您也可以编辑这份测验中的每一道题目 包括新增问题群组使用题库功能 至于管理测验结果的部分,我们将在另一支影片中说明 如何出线上测验呢? 进入课程后,请点选左方线上测验的按钮 接下来请点选右上方加线上测验按钮进入编辑画面 接下来请您依序填入测验的标题 如果您想要在说明中查入课程网页的其他页面 您可以点选右方的查入页面工具 接下来请您选择这份线上测验的类型 库的线上测验功能总共有四种类型 评分测验、练习测验、评分调查与不评分调查 评分测验较适合一般课程测验 得分会计入学期成绩 也可以设定每题的配分 练习测验和评分测验唯一的差别是 练习测验得分不计入学习成绩 因此适合当作课程练习使用 另一种类型是调查 评分调查的得分会计入学期成绩 完成整份调查获得满分 未完成就是零分 也可以设定匿名作答 适合用来做一些计分或加分的调查 例如课程前测等 不评分调查的得分则不会计入学期成绩 适合设定不具强制性的问卷 例如教学意见等等 接下来我们回到测验的画面 我们先以评分测验做示范 您可以依序选择是否要随机排序答案 每次填答的时间 以及是否允许学生多次尝试 每次尝试的次数 以及保留的测验分数 您也可以选择是否让学生看到他们的测验结果 以及是否显示正确答案 另外您还可以设定进入这份测验的授权码 或是筛选指定IP位置 最后您也可以像在其他作业或公告讨论区中 选择测验的指派对象发布和截止时间 测验的基本资料设定完成后 您就可以先按下储存键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测验的基本设定 接下来要示范如何设定问题和答案 请按下右上方的编辑按钮 进入测验的编辑画面 并且点选问题 按下下方的加新问题按钮 画面会出现问题的编辑画面 您可以在最上方选择题目的类型 库尔支援非常多种的题目类型 这边先以最简单的单选题做示范 并请在旁边的配分栏位中 输入这题的得分 接下来请在问题这边的空格中 填入题目 并在下方的答案中 输入选项和正确答案 如果您想要编辑选项 可以点选右边的铅笔按钮 或者是按下右边的删除按钮 来删除这个选项 如果您想要新增选项 可以按下右下方的新增另一个答案 提醒您画面中有绿色键号的选项 表示为正确答案 所以您也可以设定正确答案 为第二或第三个选项 另外您还可以针对每个选项 给予评论 请点选在选项下方 这个有点点的方框 并输入您的回馈 当您出完所有题目后 请记得按下左下方的更新问题 这时您会看到您设定好的题目 已经出现在画面上了 当您出完所有的题目后 请记得按下右下方的 储存并发布按钮 发布这道线上测验 步骤总结 1. 登入库后点选线上测验 按下加线上测验按钮 2. 在详细资料页面填入标题 说明测验类型及其他设定 完成后按下储存 3. 回到题目编辑画面 点选问题 按下加新问题按钮 4. 在问题页面 选择问题类型 问题说明和配分 5. 依需输入正确答案与其他选项 可视需求给予选项回馈 完成后按下更新 2. 然后请 designs fix下线上测验 2. 重草